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嘴唇起泡 但是那往往是在我们熬夜加班或者是通宵打麻将之后 火急火燎的他就来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是反反复复也总在固定一个位置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仅仅是因为伤火了吗 实际上人们嘴上的水泡来自于一种古老的冰毒 那就是单纯泡枕冰毒 后来水泡会释放大量的冰毒 并在患者接触他人时带到下一个宿主的体表 他们能通过表面的糖蛋白 吸附到健康的细胞表面上 并且借助跨魔兽体进入细胞内部 将自己的双链DNA整合进入细胞核 只是细胞大量的制造病毒 最终带来宿主细胞的死亡和破裂 进一步感染周围的细胞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伤火了呢 不连菊花光灵或者是烹大海就好了 那是因为这些中草药还要免疫抑制 抗感染令药等功效 对于很多症状都颇有效果 但是对于单纯的抛枕病毒来说完全不领用 好在我们的免疫系统 已经在粒子战斗中记住了这种病毒 无论吃不吃咬都能很快的将作乱的病毒 暂时镇压下去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上货 其实我们的身体可以对抗得出 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呀